有一些 有一些陽光 所以他們就會進行梳法 進行梳法 梳法的時候 它為了讓陽光進來的時候 他們就把柳三菱剪剪剪 這邊看不到 剪成一個像是雞毛膽子的樣子 然後很離譜 而且這個樹剪到最後也會死掉 那也提到說 這個柳三菱雖然它種錯了 但是呢 如果我們不去勞動它的話 它還是會天然下種 會回來的 那因為你這樣剪的話 它可能這個樹就會死掉 才能產生這個水土保持的問題 文英海 文大哥 樹林堂 喔 它到了這樣 好 那我們走到樹林堂 這也沒有錄到耶 這我沒有錄到 它講些什麼 你可以幫我講一下 那個柳三的葉子跟紅筷的葉子的差別 柳三的葉子是鑿狀 那個 開鑿的鑿 那個鑿子 然後柳三的葉子就是比較扁平 它是說像鈴片的樣子 鈴片 對 鈴片種 我好像永遠都追不上 千歲快 哎呀 一千歲 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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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 六千年 一千年 一千年 四千年 又開始講了 怎麼下去呢 這是什麼 樹林塔 應該聽得到 剛才我們在前面室內 陳某老師有在樹林塔稍微做了一個研究 我們現在來到了樹林塔 以前我的學校就是在前面 我念的鄉林國小就是在前面 就是在高樓那個地方 然後對面那個地方 就是剛才經過那個地方 就是圖色的地方 那我的教室是在那裡 現在就是這個區域 那以前呢 我們在那個念書的時候呢 樹林塔稍微做了一個研究 因為沒有人會來這個地方 因為它好像是樹的靈魂 然後那個時候的觀光 是那麼樣的 深到說想要很多古今 都要去瞭解 所以這個樹林塔 很像圖色呢 經過的時候 不會經過樹林塔的地方 好 我們每次到圖色 都要經過樹林塔 然後我覺得 一起提示 好 嗯 這個問題是怎樣 開資的包包包之後呢 剛剛開場之後 他就不見你這個樹林塔 這裡 是 你是說 讓大家去注目 為什麼 那我先把這一段講 因為我今天看到樹林塔 那個叫做我 他們在樹林塔上面就給他放了很多的錢幣 然後我就覺得對這個樹林塔是一種協助 所以那時候有一年的過年我就把這個錢幣都收刮了 然後後來現在都沒有看到錢幣是很好的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種難過是 因為他們把樹林塔上面很有歲月的這些青苔都給他刮掉 原來是很漂亮的那種歲月的本質 他們刮掉 然後另外呢 因為我是從基於是那個方向走上來的 就經過了那個軍工碑 鄭雯老師說他不想去看那個 因為原來是台灣阿里山有幾個日期時代留下來的古蹟 那個軍工碑也是其中的一個 結果林務局把那個軍工碑拿去把他給你寫 請問那個叫做古蹟嗎 古蹟是原來的樣子從那個時候保存下來的 可是他把它弄成把古蹟整個都毀掉的感覺 那這個樹林塔呢 在我小姐在念書的時候以前 其實在我很小的時候呢 我們曾經發生過一個就是這個樹林塔的那個蓋長這樣見 然後被偷掉了 然後整個阿里山就風聲鼓勵 然後就在那邊祭拜啊 然後拜拜 因為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然後我那個時候呢就跟我爸爸講這些 我寫了一篇文章叫樹林塔 我爸爸說我去寫名 那個樹林塔上面本來就是兩層 上面是那個銅喔 那個黃銅很貴的喔 前面這個牌子也是有銅啊 然後呢因為那個時候以前 那個叫做出來那個派拿去什麼的 他會去那個好銅好田 他可能把上面那個那個上面的蓋子拖兩層 我爸爸說我去寫名 沒什麼事 後來呢我經過到1995年的時候呢 我開始去搜集很多舊照片 就發現有完整的試成的蓋子在上面 所以有很多的記憶的東西呢 我們從照片裡面可以找到它的真正的一個狀態 然後有很多記憶其實都是片段沒有那麼清楚的 那這個樹林塔呢 就是在1935年左右呢 那個時候呢就是 其實日本人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他們包括殺豬的地方也有那個 受魂碑 那叫什麼 受魂碑 受魂碑 有些也會拜 所以這個就是本來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屬於那個日本文化的其中的一部分 那對我來講呢 其實在阿里山整個成長的環境裡面 我感受到的其實蠻強烈的日本文化 那我們再講 這邊的宗教信仰裡面呢 剛才講過那個前天上帝 還有呢 在植運寺裡面拜佛教 那除此之外呢 你看到土地公廟呢 是在那個 國民政府之後才開始有土地公廟的 那包括在植運寺旁邊 旁邊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剛才叫做萬什麼次忘掉了 那個地方呢 為什麼會有一個 一個突然有一個市在那邊 是因為呢 日本人當初呢 在台灣呢 這邊伐木森林的時候呢 有很多日本人他們就死了 那死了之後呢 有些人把他們的骨灰就葬在這附近 所以這個地方還有日本的那個 古的墳墓在這個植運寺旁邊 那麼有些人呢 他們就燒成灰 燒成那個骨灰 就是暫時安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等到將來要帶回去他們的老家的 然後這些骨灰呢 後來是因為 那個花生世界大戰之後呢 日本人被要帶回去的時候 太常促了 太常促了之後呢 有很多的骨灰就放在那個 慈運寺裡面 所以後來慈運寺那個地方呢 就是原來不是要放在 玄念上帝的那個神像嗎 就把那個位子把它清出來 然後就跑邊另外弄一個 把那些骨灰就放在那邊 所以如果下次你們來 有興趣去看的話 你看到骨灰上面 有很多日本人的名字在那裡 幾年過世 某某人的名字 都在那個地方 其實在那裡 那個地方就是粉墓的地方 就是阿里山的公墓 那個地方的樹木 也都是非常的長生 很漂亮的 那我剛才是從另外一個 一個點走過來跟大家會合 那個地方沒有所謂的居墓區 但是有很多的原始 比較原始狀態的 那個地方看過去的景色 還很漂亮的 那有關於樹林塔的內容 就是剛才大概有稍微做一個介紹了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 現在這個東西 除了外面被刮掉之外 其他都還保持原來的 還有一個我剛才看到 另外一件痛心的事情 是有人在上面刻字 紀念留念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中國人來的狀況 因為台灣人已經不做這種事 我以前在看照片的時候就發現 三代目那個地方的舊照片 我要看到有一張牌子寫說 劉民請不要留在這裡 留在這裡你會藍為情 以前我們很多觀光區都還會告訴人家 不要在這邊克制劉民 有沒有 但是呢今天呢 台灣已經不需要再立這個盃的時候 我發現樹林塔並然被刻名字了 就像說被人家放那個錢一樣的 就是說當有一個比較低的不開化的文明 文明比較低的那個來了之後呢 我們就是有蠻大的衝擊 整個台灣或是說整個台灣的觀光事業 因為開放路客之後整個水準降低 整個都降到真的降到很可怕的狀況 真的是不會形容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等一下我就不再解說 下面有一棵樹 那一棵樹呢 現在叫做阿里山的神木 現在叫鄉林神木 就是因為後來阿里山的神木呢 砍伐完之後呢 然後大家覺得阿里山應該很多 其實是領悟局的說法 我比較覺得是領悟局的說法 他說大家一直說應該有神木 應該有神木 所以就在這些巨木裡面 他們就選了一棵大的樹 那麼那一棵相連神木 那以前叫做光五塊 那個就是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給他取一個名字叫光五塊 為什麼在光五塊呢 就跟七蘭一樣 七蘭那邊他們不是有一個 很多用曹操的名字啊什麼的名字 跟那個年代一樣的 因為認為整個台灣跟中國 要把它結在一起 那個光五塊就是說 那個光五塊就是說 他的年紀跟光五塊的時候是一樣 所以我小時候那一棵樹叫光五塊 然後那一棵樹一直就是在那個角落地方 沒有人去看過 後來開發了所謂的巨木群之後呢 然後他就巨木其中的一個 後來在票選阿里山的新的神木呢 就票選出來就選了那一棵 那時候要取一個名字 就叫做鄉林神木 所以現在是新的一個棵 一棵的神木就在那邊 那這個地方就變成一個 開發成一個所謂觀光的 另外一個很旺的據點 就是在我小時候這個地方 是沒有人要來的 現在這個是一個很旺的據點 然後很多人都會來這邊看 那特別喜歡來這裡的是陸 他們最喜歡就看那一棵 鄉林神木 還有最主要想要看 我們現在走站的這個樹林塔 然後把日本人罵一堆 然後他們就很高興然後就走了 孟老師這樣 然後在我 我們這個樹林塔的這個對面 那個地方有一個高山博物館 高山博物館也是在 1930幾年左右的時候呢 日本就建了一個高山 當初日本在開發這個阿里山林場的時候呢 有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一個規劃 所以呢 那個時候包括有學校有醫院 然後有服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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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計權什麼都有 包括這個廟什麼事院什麼都有 然後這個阿里山那個服務館原來呢 是放阿里山的動植物的標本 那個整個很有它的價值 然後前面就是 後來我爸爸在前面的地方 就放了阿里山當初在伐木的時候的 一些林業的一些工具 後來呢這個林務局呢 在經營 因為林務局原來是專門在伐木的 他就不知道怎麼經營一個所謂的油器 或是什麼這個 這個都不太懂 所以呢搞到最後之後就是 沒有辦法處理就把它丟著 丟到最後這個 博物館就一直放會 最後就把它關門 關門就沒有用了 那沒有用之後呢 因為它是整個快幕 世紀時代的快幕還很好 整個主架構都還不錯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開會說 要把這個阿里山的高山博物館 要把它重新把它建好 要做什麼 要做咖啡廳 然後那時候我很生氣 剛好很有機遇 我可以參與那一次的會議 參與那個會議的時候 我就急著反對 我說很不容易 這個等於是一個古蹟的東西 那你現在把它搞成咖啡廳 到底需要那麼多咖啡廳嗎 所以在極力反對之下 他就終於把它給弄好之後呢 可是它完全不是按照原來的 也就是說裡面的那個空的結構 大概有一點點類似 但是裡面就放了所謂的 舟屋主的文物館 那裡面就放了很多 然後那個時候 他在做這個 整個在把裡面的東西 通通拿掉的時候 那裡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巨木 的連輪 那個連輪呢 那一棵樹呢 是在當初呢 他們把它砍下來 要去那個 到日本去做那個兜裡 腦居的時候 剩下的那一塊 很大的一個呢 那個時候 如果你三四十年前有來過 曾經看過那一棵大的樹幹 在那個地方 就是一整一整片很漂亮的 我去的時候 還發現它還在那裡 那我怕它不見了 我就當成把它拍照 而且我跟那個人 交代說 這個東西絕對不可以不見 我如果沒有拍那個 大概就不見了 我拍 然後現在還在那裡 那我去看的時候 我發現一共生在那裡 沒有沒有 大家 以後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就是有很多我們國家的財產 都是因為這些人 他們的怠惰或忽略 然後就不怎麼樣 就不見了 不見了 像我們做人民的 要好好去看我們 那些功夫 很辛苦 所以很多 到處很多東西 然後呢 我們剛才經過的 很多地方 比如說那時候想說 要把阿里山 有很多古蹟留下來 我們那個時候 有很多的建議 也被受重視了 但是那個時候 比如說要做的某一些 做好的東西 現在都變成所謂蚊子館一樣 都沒有在用 空殼者很好作業 然後他們也很高興去做 因為有的工程 當然就有了一些油水 可是呢 做完之後呢 繼續經營的狀況 就真的是讓我們 蠻擔憂的 那現在呢 我們後面看到那個高高高樓的那個地方 那個原來是阿里山的小學校 日本人的時候的學校 後來呢 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的工學校跟小學校 就合併 叫做國畢學校 國畢學校之後 日本人離開之後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小學校 後來那個 國中 因為阿里山需要有國中 所以在 受政宮對面那個區域 廣場的地方 就把它建成國中的校區 所以原來是國中在那邊 小學在這裡 後來有一陣子呢 就是說 這個小學校 跟那個 國中生全部都趕在這個地方 然後把這個地方 大樓把它建起來 建起來之後呢 他們那個 原來的受政宮對面 就要變成那個 別的用途 就是那個 教師會館 後來就發現說 因為剛才有講 這個地方是國有臨班地 他不能夠做那個 所謂會館什麼之用的 所以後來這個地方就沒有辦法用 反正大樓已經建起來了 建起來之後 就把國中跟國小合併在這裡 就把國中移到這邊 然後國小移到那邊去 所以兩個就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之後 國中在各地方 你看這裡面大概多少個學生呢 大概沒有幾個學生 然後原來阿里山的國中 或是阿里山的小學校呢 我們幾乎沒有看到原住民的學生 可是後來這個國中到最後 全部都是原住民的學生 因為阿里山的那個平地 阿里山當地的人 都到外面去念書了 所以就越來越傻 然後後來就廢校了 所以那個學校現在廢掉了 沒有在用 所以阿里山現在沒有國中 我們就不要補充什麼 阿不然的話我們就從那邊 然後等一下就 到山大墓那一袋 然後就這樣去 好 去看一下石像 沒問題 謝謝 來 哪位學員的登山照 這邊 這是現在的神墓 這是現在的神墓 要照射 現在票選出來的神墓在這裡 叫光武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要照光武 在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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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